您家中有主产尚未办理继承登记吗? 新庄地震事务所提醒民众 不动产劣测管理满15年后 继承人仍未办理登记者 将以请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公开标授 所以请家中有主产未办理登记的民众 紧速办理继承登记 新庄地震事务所今年4月1号公开 辖内预期尚未办继承登记之不动产资讯 被继承人有1324人次 土地共计2927笔 建物有197笔 如果这些的土地房屋的价值 大概加起来就将近10亿元 所以这部分我想这些很多都是 祖先遗留下来的财产 那如果继承人间 因为可能大家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都没有关系 可以先由其中一个继承人 来帮大家办理公同共有继承就可以了 这样也可以避免说继承还没有办理 然后让这个祖先的遗产一直遗留在那边 可能甚至会之后被标售的一个可能性 这些未办理继承登记的不动产 要是被政府列策管理15年期满后 将会移请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公开标售 由于拍售价格可能会造低 因此对于未办登记的民众来说较不划算 公告起满开始列策管理 那列策管理总共是15年 如果这15年都还是不来办理继承的话 才会移到国有财产署去办理公开标售 新庄地震事务所提醒家中有主产 尚未登记的民众 可线上查询未办继承登记名册 若是有申办登记疑问 也可拨打服务中心电话来洽询 记者方建凯戴华新装采访报道